你有沒有聽到 水來了 只要一個按鈕 水就來了 以正換型設施管控農園 不僅可以改善過去城灌明 以淹水灌溉法來管理番茄園 造成番茄淚果等問題 現在這個智慧管理系統 還能用手機隨時掌握 農地濕度 溫度及日照量的數據變化 透過我們的電腦 我們的手機 我們的在家裡面 我們就可以去做 我們果園的操控跟管理 包括我們的灌溉 我們的施肥 未來甚至還有攝影 還有甚至我們的溫網式的遮音網的開關 跟風扇其實都是可以達到的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對農民來講 我們認為它現在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它的肥料跟水分的管理 所以我們優先導入肥料跟水分的管理 在管控的同時 能遠端控制水分肥分灌溉 以清除的數據來降低農損發生 屏東縣酬州鎮農民陳冠明 除了從荷蘭引進雄風 讓受粉回歸天然 也與高雄區農改廠合作 打造智慧化農園 我裝了這套系統讓我覺得說 蠻方便的 對 因為我可以看手機就是說 看數據就知道說 它的日照水分水啊濕度是多少這樣 那我就會去知道 我弄了這套系統真的很 很謝謝王老師的他的幫忙啊 我就覺得說 其實它可以更精緻化的管理 所以我們就導入了智慧的農業系統 然後給它做一個輔導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個之後 它的整個管理就會比較有效率 比較成功 而且它會知道它自己的問題出在哪裡 高雄區農改廠副研究員王仁慌強調 近期他們致力向農友推廣這套系統 期盼能更有效的協助農友管理農園 目前我們是先在少量的地方去做 因為畢竟一個新的系統 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去修正的地方 那目前我們在炒作這邊我們是做番茄 那另外我們在木掛的部分 我們還有好幾個地方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以後有機會我們其他的果樹 我們會優先推廣 期盼以成冠名的成功案例 能吸引更多農友注意 讓這套省時又便利的智慧化系統 能獲得更多農友青睞 未來能導入更多地方及農園種類 提升管理及生產效益 加會更多農民 屏東新聞 博育廷陽正義採訪報導